喝淡紅色藥丸 這是日本知名藥廠 小林製藥紅麴保健食品 疑似是原料受到污染 十三人服用後 出現腎臟相關疾病 六人住院 甚至有兩人一度需要洗腎 小林製藥火速召開記者會 宣布緊急回收 已售出商品及店鋪庫存 三款產品合計大約三十萬份 社長也深深一舉功 表達歉意 呼籲消費者千萬別再服用 好在食藥署調查 從二零二年至今 國內並沒有相關產品輸入記錄 但還是提醒國人 到日本旅遊避免購買 畢竟吃多風險真的不低 請注意紅麴產品的一些內容成分 所謂的橘霉素 citrini這個成分 它是在發酵過程裡面 我們不希望 它繼續留在產品的一個成分 就是因為這個成分 有肝腎方面的毒性 藥室研判會引起腎臟疾病 可能是原料發酵過程所導致 也市井若民眾服用紅麴產品 同時使用降血脂藥物 恐怕導致加成性副作用 造成肝臟負擔 提醒國人用藥錢 務必格外擔心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 的片段 坦白 眼釬胎 填默